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肺呢 它并不是单纯只有在中医的流利里面 它跟我们的皮毛有关系 对不对 那肺经从哪里呢 我们通常呢 当然它是从这个胃啊 中胶上来 可以我们看得到的 按摩得到的 大概就是在从这里 我们的哪里呢 我们先找到我们的这个哪里 这是锁骨对不对 沿着这个锁骨的内侧这样子 到我们这边不是有个肩颈的这个 这个肩膀的这个凹陷点 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什么 云门 云门 那云门下一寸就是这个 我们的大母哥这样 横着这样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寸 所以从这里云门 云门熬进去 有没有 很酸 对 有 你都没感觉 病入高昂 云门 再来中腑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把它油吐一吐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哪里呢 再来就是什么天府啊 对 刚刚中腑走完就开始走 我们的天府 天府 天府很好找哦 我们的腋下 腋下也横纹 不用举高 就叶横纹这个地方 我们的三寸 一二三四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刚刚是天府 接下来是什么 齿折 狭白 还没 狭白是下面一寸的地方 所以刚刚天府啊 云门啊 对 这个天府 然后呢 再来一寸之下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狭白 我先把位置定立 一寸 一寸就是两只手指头嘛 对 一寸就是这个啦 你一个横纹这样一个 所以就一寸 就是狭白 对不对 然后继续下来到哪里啦 到我们的齿折了没有 齿折 快要到轴关节那里了 对 到轴关节 那这里很难找 对不对 所以你稍微 来 来 来 一个手把 手 弯起来 对不对 你摸 你外侧 轻轻的 轻轻的 这样15度就好 这样外侧这个地方 有没有 有没有凹陷的一个 有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齿折 有没有 齿折 齿折 这个地方 有没有 不要摸到里面去哦 里面是另外一条筋 小肠筋 所以这条是肺筋 对 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东西 脏的都会藏在这个关节 继续下来的这条筋 如果什么地方出现红 这条筋如果出现红肿 就是有问题 也就是太红的 甚至有一般的 这些地方就有问题 那我们像顺着下来 这里有孔缀 这里最碰的地方 这里跟这里 中间一点 往后一点 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这里 这里有个孔缀 那个孔呢 孔子的孔 什么孔啊 都可以用它来治 治疮 有没有 也是个孔 有孔的地方 有孔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只有在治肺这个地方 然后再往下走 我们会走到哪里去了 裂缺 对不对 那裂缺也很好找 然后会到鱼记 对 裂缺 然后呢 再来走这个什么 金渠 对不对 然后在太游 因为就是我们中医 把脉的地方 刚好在这个 脑洞脉的地方 然后再走到这个 鱼记 很大的地方 这里 那怎么找呢 有没有 这里 这两个 这个两个关节 这个地方 把它连成一线 中间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鱼记 然后再往前走 走到这里 指头 这里有个指甲 指甲的旁边 这里 就是哨伤 这个就是我们的哨伤 这个地方我们基本上 比较少按摩 都是什么 除了刮刷之外的放学 所以你 吴医师你的意思是说 刚刚你走的这个路径 要多按摩 对不对 对 按摩之外 我们还可以什么 拍打 这个 我们是 这个现在是缩时啦 各位注意一下 这是缩时 因为要找这样的病人 不容易 真的 缩时的意思是 缩短你的病程 还是缩短我们的疗程 疗程 你看 我们打一个病血 把它刮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源头 云门啊 中斧啊 有没有 特别的明显 我随便刮就出现了 随便刮就出现了 而且我不会痛是表示我病入高方 也就是说 比较会痛的地方 像这样 这里 我可能在某些地方 你可能会比较有感觉 就是我们在哪里 没有 我现在完全无法 美人姐你会不会打太久了 没有啊 他就说自己打 出来了 我自己打都可以这么红啊 对啊 可是你的是比较健康的红 是健康的啊 对 有必要这样吗 对 我是病人 我是来示范病人 因为你看 我就这样 不是没病打一打也让他通啊 没病打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就是粉红色的红 可是这有病打的时候 他就可以出现 紫色的桃红的斑 甚至有些发现紫色的 一朵一朵的 这个部分就是要 你这里很明显 所以一定要对他特别 两边都要哦 好 谢谢 谢谢吴医师 谢谢丽华 谢谢 不客气 by bwd6 稳細